BGM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今天要來玩這一款 神魔鏈 我命由我不由天 沒有啦 我命不由天 好 8月11號雙平台公測 大概率是哪種明顯MMO吧 大概率啦 我還沒有進去玩看看 但是我猜是 好 伺服器得貨兩個 S1 S2 然後 帳號部分 可以用遊客 Google Facebook 然後這是艾肯吧 艾肯的帳號吧 艾肯 好 繼續登錄 我用遊客來試玩體驗 OK 來吧 東方玄幻的仙霞MMO 這個模組非常嚴重 玩過了 玩過了 這款遊戲我玩過耶 這款遊戲我真的玩過了 但是 我來查一下遊戲名稱好了 我來查一下 好 總之玩過了 我來查一下 那因為有可能玩的是陸服的版本也不一定 然後他就改名了 改名上架這樣 因為這些 這些模組我記得啦 然後就 天劍吧 然後 然後 MIGA來看 我好像玩這隻吧 我那時候好像試玩是這隻 喔 銀獵 好 這補魔吧 好 補魔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女人 法師吧 好 御法 然後那時候就 玩了這隻銀獵 看起來比較順喔 就玩了銀獵 那我這次玩這隻好了 御法 想不到我玩過啦 因為你如果從遊戲的名稱啊 有時候都看不出來 加上他可能沒有放 沒什麼放那個遊戲的圖片有沒有 遊戲的畫面 那先看一下劇情吧 我在 今天是8月12號啦 我在11號的時候 有看到他在打廣告 就玩別的遊戲會看廣告嘛 然後就發現這款遊戲 然後8號那邊他也有打廣告 好 又是虎美人 那 伺服器只有兩個嗎 沒看到什麼玩家欸 畢竟是剛起步嘛 然後玩的時間是半夜時間 半夜時間 那鎖定2.5滴吧 好像不能放 不能拉遠鏡 不能拉遠鏡 然後全鎖定 你的視野都被鎖定了 畫質的部分來看一下 優秀畫質 頂級畫質 然後我看他臉書上的服務 是說可以下載那個雷電模擬器吧 然後在雷電模擬器下這個遊戲可以領禮包的樣子 雷電模擬器的那個遊戲商店吧 我看到是這樣啦 你們可以再去看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雖然我也是用雷電模擬器 但是我就 我是直接在Player商店上面找來下載的 他會有那種雷電商店啊 也是一樣可以在那邊下載遊戲 他內建的一個商城吧 這邊好像有其他玩家是不是 還是說是AI 這邊自動 然後這邊有一些技能 神秘人 這有點像我們坐騎吧 果然是坐騎 消越蒼狼 然後很奇怪喔 這個仙俠的這種MMO有沒有 只要你玩女甲的話都側坐 不管是騎馬還是騎中寵物 或是騎九尾狐 都是側坐 但是這個側坐 也不能旋轉畫面啊 好目前就是這樣的一個玩法啦 我們就再玩一下 接著玩一下 就採集 然後回復NPC 然後打怪 然後打怪 這個狐魅爾可能待會會加入我們吧 是不是 變成我們的夥伴 是嗎 好這邊有一個 預告 37點會有一個精靈培養 精英富邦 雷姆 雷姆 你怎麼叫雷姆啊 雷姆是那個 異世界叢林開始吧 瑞 瑞裡面有一個雷姆啊 超紅 不是 你怎麼叫雷姆 哪有個雷姆 黑幽姆 草姆 不一樣 比是蛤姆 假的 阿姆 或增加點精靈 雖然這款遊戲我玩過 但是我已經忘了 好厲害 小惡魔初選 通常會有 那我們可以再召喚這個小精靈 跟在我們旁邊有一個小精靈還有一個小惡魔 小惡魔可以增加我們經驗值 我印象中都可以裝備 這邊可以增加50%殺怪經驗掛機必備然後30天 反正現在這種遊戲都是離線掛機 就是你人下線 你的遊戲已經關機了 手機關機你的人會在上面 我隨便按 隨便按都追加 好雙修成功 那就要買個離線掛機卡 瘋狂的掛機 這遊戲下來速速還蠻多的5000加 真的假的啦 那個感覺玩起來人不多啊 因為第一天就5000加了 你大概要玩到主城啦 我們看一下我們主城 幾等才會到主城 山中絞峰撲 這款遊戲 我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在這兒嗎 世界地圖 對啊 這款遊戲我玩過三次了耶 我真的玩過三次了 霧霉鎮然後黑風山然後雪戰邦 我們這邊一路打過然後最後到中都 中都就是我們的主城 他是不是又給我換名了啦 換名重新上架啦 可惡 每次都來這一招 好 這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 好這邊是你要蒐集這個套裝然後會有一個實裝的改變吧 好看他現在玩起來了 關啊 哇那我認真找的話可以找到我 在我頻道上可以找到另外兩個 試玩的影片一模一樣 只是遊戲原算不一樣 因為這個世界地圖我真的很有印象 而且是第三次 真的是第三次 就是這樣 每次都玩到中都而已啊 就烏梅鎮然後黑風山然後雪障斑 雪障斑這個礦場 待會我們就到這個礦場裡面去 我們現在還在外面 這個是實裝效果啊 就是你收集完之後 你那個衣服的顏色就會改變 稍微改變而已 好翅膀出現了 揚眼與刺 是不是 那8月12號的話 有一款戰棋遊戲天地劫要出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可以去玩一下 我還蠻喜歡玩的啦 所以我會玩一下 會一直玩 沒意外的話 因為洛服的部分我也玩了5個月 我頻道上找得到 那台服12號要出嗎 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 還是說 對戰棋遊戲 不一定有興趣 OK 兩儀零碗 好8分之6 犯不短 doubt 只是改個衣服的顏色而已吧 我在想 好 修儲好禮 我們待會要走到那個礦場去 我還在 還在 我們這邊繞圈圈 撈撈撈撈撈就撈撈礦場去耶 這邊吧 好 繼續 好 八分之七了 我們的時裝 這邊還有魔軍戰甲 魔軍戰甲是另外一個系統啦 就是 也是要慢慢收集啦 也是慢慢收集 所以等級會開吧 好 福利的部分 你覺得可以領就來領吧 反正他會有一個提示嘛 一個紅點的提示 好 再打完那個 雪戰幫的礦場 這邊打完之後到中都 中都就組成 然後你就開始做一些循環任務 中文本都會有一個 循環任務 可能是10個 10環或20環 好 啟動 你看我們衣服就只是稍微變化而已 兩儀變散 我們現在是兩儀啦 稍微變一下 顏色變成墨綠色這樣 其實就只有變色而已 行那個樣貌就差不多 盛氣新出 這個真的要好好找一下 我之前玩了兩次 到底是叫什麼遊戲名稱啊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留言 我可能就不去看了 好 尋寶 轉盤吧 尋寶 喔 果然是轉盤 然後 傷扯的部分 儲值元寶吧 花元寶 花元寶 元寶分那個綁定跟非綁定 然後這邊有儲值有VIP 成長基金 這種都是很套路的 很套路的這種儲值的功能 有些人是不玩VIP遊戲啦 因為覺得VIP遊戲太可憐了 要花很多錢 那反正你都不要花啊 連手措都不要儲也是ok啊 好 然後這邊可以 換線對不對 我現在在一線 我到時候可以換線 如果掛機有沒有 掛太多人 你就換線 就換分流啦 換分流的意思 好 VIP 立即體驗 然後送我們VIP 好 VIP 1 然後會有這些特權 額外的一些次數 一值千金的我的稱號 阿姆 其實這款遊戲的畫質 我就覺得還ok啦 就不會太差 但是這種介面這種風格 就看你愛不愛 因為就相當明顯 相當自動 然後又是鎖定2.5D的 又是這隻蜘蛛精 每次都打他 我已經打他三次了 受不了 怎麼會這樣 哎呀 好 神魔鏈 我命不由天 常看如果仙俠小說的話 都會有一句 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那 這句 這句話的出處是 古代東進 有一個道家的一本書吧 有一個道家的經典書籍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爆樸子 出處是這邊 反正 那些 仙俠小說常常會這樣喊 就主角會突然爆氣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什麼30年河東 30年河西 末期 少年窮 因為都套路嘛 大家都這樣寫 寫到我都背起來 好 那來到主城了 他這個大頭怎麼是一個二次元的臉啊 讓我蠻意外的 OK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這邊就組成了啦 組成 中都 這邊就有看到其他玩家 那這邊就會有一些支線任務 你要達30等 然後你要去 練經驗 這邊有一個經驗值副本吧 強化要達30等 然後這邊會有經驗值副本 然後我需要70等才會再開啟 主線任務 這種遊戲 他會用你的等級來鎖主線任務 然後你越後面越卡 你就要掛機 可能就是要掛一天掛兩天 要掛好幾天 才有辦法達到那個要求 然後再來就是加入幫派 加入工會 加入工會然後打工會的boss 跟其他玩家互動 這邊還沒有看到啦 沒關係應該都會有 只是他可能還沒跑出來 好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 這款遊戲我玩了 第三次了 試玩第三次 很尷尬很尷尬 稍微再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比較神奇的地方 不是設定嗎 好像還好耶 好像還好耶 就套裝而已啊 剛剛那個神魔的選擇在哪裡啊 只能點這裡喔 這個形象有改變有沒有 跟我們的這個造型不太一樣 就是臉是一樣的 衣服會扁 這套比較好看一點吧 這套比較好看一點吧 這個這個 這個 魔軍戰甲稍微好看一點 到時候會啟動吧 我現在還沒有 算是實裝嘛 然後會有武器啊 會有翅膀啊 配飾啊 還有坐騎 整個一套就很帥 來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漢魔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